我們又看完這個 看看另一個觀眾的來信 他計劃一次工作行程 想知道自己這次行程可否順利達到目標 求得的是一支十五籤 他的問題是計劃一次工作行程可否順利達到目標 意思是他出門去一個地方可否去島 去得順不順利 要我理解 對 應該是這個意思 即是他要出門去做一件事 成不成功呢 成功得順不順利呢 好 十五籤是甚麼呢 十五籤就是看幕後好像挺好的 他又出門 明王有月電 月電即是讓你去到 即是沒有甚麼地方去不到 天上公權 沒錯 是這個意思 首先是可以的 而且他去到柔月電都挺開心的 先茶一葉飯中流 我一人讀茶一人讀初 即是一葉興粥 意思是搶著搶著 但春是搶著搶著 要到夏天才可以讓你去到柔月電 如果要計劃這個行程 我想夏天可能會較少 即是因為這句是夏天 春夏秋都晚 所以說到夏天就可以出發了 對 這個行程 月電閃工任意遊 所以你想怎樣走 現在還在犯中流 還在… 在等著 好 即是還未到 時機還未到 去到柔月電是工作的地方 接著是仍以偽上聲暫揭 很不錯 聽到鮮樂飄飄 偽上語依曲 絲酒 飲飲 幾時休 是一種開心之象 所以如果他問一件事 我估計他應該可以順利做到 達到他的理想 以及這個過程都相當愉快 即是出門 也可以順利完成這個行程 對…沒錯… 我們看完觀眾的來信 我們又看看另一支籤文 另一支籤文問的朋友 他說自己是熟狗 熟狗 對 今年又犯太歲 對 太歲 對 年初時已經破了財幾次 我想問今年的財運是怎樣的 求得的這支就是第五籤 師傅 蔡溫 如果問財 這支籤就是第五支籤 說的話中吉 這個就很遲合了 看下去的故事 一點也不吉 它的故事是韓夫人識花 第一句已經是 冬圓作夜狂風急 即是春天 這位觀眾就是 年初女破財 很正常 女之破財 對 沒錯 問今年的財運如何 萬子千雄亦盡傾 即是春天不行 夏天不行 即是都有些錢都要洗 秋天才行有色花人早起 配慧根本是復災生 如果看你破甚麼財 譬如正財都要慈型保財 保管 也不容易 如果投機的話就麻煩了 如果你要開創開展 就不太好 因為對手太多 太強 少人多 不如頂不了 狂風急 但如果不是投機那方面 上半年也是要捱打 也是要捱打 對 你不動就可以 你動別人動 對嗎 你不動別人動你 下半年可以喘勁 不是好 只不過可能沒有 對 因為有貴眼 或者要復活根本 即是重新來過 不如由頭來過 不可以調好 不過不會再衰下去 要留心 所以不要在上半年 想著翻身 或者想著做一些開展的事 投機這支就更加不易 一起從頭開始 如果你投機的話 輸了都會找甚麼從頭開始 這樣就要很小心 所以這支中吉籤 是不吉的籤 如果你問頭財 更加會留意… 早就提示你 給你一些東西看看 年初就破 這樣也好 即是你剛才所說的磁型保財 即是金面 剛才你說的 投資、投機 其實免得過免的 其他方面 還有沒有辦法 可以保住財運 還反太歲 你甚麼都不做 就輸少一點就當保 以不便宜萬便 無事出街就少破財 即是要留意 所以我們經常跟各位觀眾說 你不要只看支籤是中價中平中上 對,很留意他們想說甚麼 不明白 那好吧 觀眾就要加緊留意 好,下一節回來 再有觀眾內訊 待會見 全球首個道教電視頻道 道通天地 www.taoist.tv